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成本会计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 再一次收看我们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 我是主讲老师赖正昌 我们在今天第一讲次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成本的概论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讲次 讲授大纲有下列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成本会计的意义 第二个就是有关成本的会计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有关成本费用 以损失的关系 第四个就是成本的分类 这几个大纲要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首先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成本会计的概要 那我们知道说成本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这个美国会计协会 它有关这一个成本概念委员会 他们的定义是说成本会计的意义是 针对制造业的销货成本资料 需要应用财务会计的原理 原则记录分类汇总及分析产品在制造及销售 过程中的相关成本 那这一个 一个这些的话可以 它的目的是可以来帮助我们 有关协助这些管理 单位做绩效衡量控制成本 分析未来 以订定将来营运的策略的这些作用 所以说这是我们成本会计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了解了成本会计的概念了以后 那接着的话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成本会计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说成本的会计的功能 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跟大家叙述 它有下一个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有关计算 控制规划与决策这四个 那第一个是计算的话 我想我们这一个成本会计的话 它是如何帮助我们能够说 计算出来我们相关的产品 它的成本的资料 所以计算是我们成本会计的 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来讲 我们知道说成本会计 不是只有计算 它这么简单的加减乘数 它还要能够说 帮助我们进而达到说 成本控制的一个目的 那控制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哪些成本是必要或会必要的 那而且是说除了对这些 已发生的这些控制以外 那其实成本会计另外一个 也是要对未来的成本 可以进行规划 所以说规划是指对未来成本的 这些安排这些都是属于 那最后当然这个成本会计的话 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有关 相关的决策之息 所以说计算控制规划跟决策 这是我们一般来讲 在探讨成本会计 我们互以它的一个功能的角色 这样子 那我们跟同学介绍了成本会计的意义 跟功能了以后 那我们可能在进入我们这一个课程 的讨论之前 我们可能在成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可能要先跟同学做一个理清 那就是成本跟费用 跟损失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学生的话 对于成本费用跟损失 这个在会计上来讲 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为了取得收入 我们必须发生各种的相关的支出 那这些支出的话 我们知道说 这个支出的性质 跟我们收入在整个会计里面 是相同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企业一个经营所注重的是它的损益 损益是由收入减支出 才得到损益 所以说这个支出对于我们的损益来讲 它的重要性是不下以收入这一部分 但是收入的金额的认定很良 这个比较明确 但是相对在支出这个的话 对于很多的报表使用人 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有效的区分 那我们知道说 最常见的一些混淆的现象就是说 支出它到底性质是属于 有的时候把它称为成本 有的时候把它称为费用 有的时候把它称为损失 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说 成本费用损失这三者之间 他们的区别或关系是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是成本 什么是成本呢 成本是指我们为了要取得财务或劳务 所支付的现金或移转其他的资产 或者是发行股票提供劳务或发生债务 并以货币衡量的这些的话 就叫做成本 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成本的话 它是说我们为了要取得财务或劳务 而所付出去的代价 这个代价可能是我们付出的现金或财产 或增加负债 或者是提供劳务这些 而且它是要以货币衡量的 这就是我们的成本 那成本按照它的效益 是否以耗用完毕来讲 我们可以再把成本分为 以耗成本跟未耗成本这两项 未耗成本指的就是说 它的效益还是持续在保持着 并这些支出 但是它还可以产生未来的效益 这就是未耗成本 而以耗成本就是说 这个支出的话 它所产生的效益已经实现了 对未来没有影响的 这就是属于以耗成本 那我们了解了成本以后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会计上来 实际上会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费用 费用是指 由收入中减除一切的 以耗成本 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费用 那以耗成本 在会计上常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在会计上来讲 我们会实际上有的时候看到 比如说成为成本 它也是以耗成本 费用也是以耗成本 损失也都是以耗成本 所以以耗成本 包括了成本费用或损失 那这个很多协生都会在这搞混 我们举例来跟同学看的话说 比如说像我们的销货成本 这是因为我们销售货物所 耗用的成本 它是一个以耗成本 还有我们的 以各种的营业费用 比如说文具用品 交际会交通会 这些也都是属于营业费用 也是一种以花生 以耗的成本 那非营业费用 比如说我们各项的 非常损失 这个也是一种费用 还有我们各项的损失项目 或者是会营业项目 所以我们的费用里面 在会计上来讲 它可能会有各种的名词的呈现方法 但是基本它的性质来讲 是属于以耗成本 那我们费用了解了以后 那另外在会计上来讲 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损失 那损失也是属于一种 以耗成本的性质 但是它跟费用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以它对于收入 有没有贡献的标准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以耗成本分为费用跟损失这两个 刚才所讲的费用是 你这些费用的支出 以耗成本是可以来帮助你产生 贡献你对收入的贡献 但是损失的话是指的是说 我们这些以耗成本 对于我们的收入是没有 没有帮助的 但是它却是我们的一种成本的消耗 这比如说我们发生了这种灾害损失 比如说我们公司发生了火灾水灾 或台风的这些灾害损失 这个对公司来讲耗用我们的成本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产生我们的营业收入 所以这个就把它做一个区分 就叫做损失的项目 那我们把以上这三个我们可以简单的分类的说明 那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成本的话 我们按照说它的效益 是否还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位耗成本 跟以耗成本这两个 那我们知道说位耗成本 它是在会计上 它一讲它是属于资产的性质 它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通常在会计上 会把它表现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而以耗成本的话 因为它已经是对未来不具有经济效益 但是我们又按照说 它对我们的收入是不是有贡献 可以把它分为费用跟损失两大类 那反正是对于未来 对我们的收入有贡献的 我们就把它的以耗成本 把它列为费用 而对收入没有贡献的 我们就把它列为损失 但是不管是费用或损失的话 它都是属于我们损益表里面 只有表达的项目 所以这个是我们将 我们的这一个成本 可以把它加以做这样的区别分类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同学做继续的说明 好 各位同学 在我们上一段 我们跟同学介绍有关成本的概念了以后 我们接着在这一段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成本的分类 那在我们成本会计上来讲 我们对于成本的分类 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 那我们折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分类的方法 逐一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是按照产品与制造关系的区分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跟制造费用 这三这三个类别 那这三个也是我们一般成本会计最重要的一个分类方法 那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关系来跟大家加以表达 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个直接材料再加上直接人工 我们一般在会计上来讲把它称为主要成本 因为它是构成我们成本的主要内容 而直接人工再加上制造费用 我们就把它称为加工成本 因为它是跟我们的加工项目有关 那我们这个主要成本跟加工成本 我们这是一个方法 那最重要我们常用的是要制造的是 制造成本 那所以说把直接材料加直接人工加制造费用 这三种的合计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制造成本 那我们这些虽然是有各种的分类方法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关联性 那他们的关联性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我们主要成本跟制造成本 中间所差的是差一个什么 差一个制造费用 所以我们只要把主要成本再加上制造费用 它也等于我们的制造成本 而我们的加工成本跟制造成本中间所差是差什么 就差直接材料 所以我们直接材料加加工成本 也等于我们的制造成本 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说把主要成本跟加工成本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跟制造成本之间的差异是差在哪里 是我们的直接人工的话 我们重复计算了一次 所以我们主要成本再加上加工成本 减掉直接人工的话 就是我们的制造成本 所以虽然说我们在会计上来讲 这个分类可以分成这几种 但是他们之间的话是有他们的关联性 那了解他的关联性的话 有助于我们在实际上在计算我们成本会计的时候 可以做进行各种的运算之用 那我们了解了以后 也可以用图形来跟大家加以再一次的说明一下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这个直接材料加直接人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成本 而直接人工加上制造费用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成本 那加工成本加主要成本 这个就是我们的制造成本 那我们知道他们的图形的关系了以后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这个直接材料加加工成本 等于我们的主要成本加制造费用 也等于我们的主要成本加加工成本 减直接人工 最后的话还是等于制造成本 所以说这一个图表的方式 可以有助于我们来了解说 这个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跟制造费用 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跟制造成本之间的关系 那以上我们是跟同学就 第一个最常见的这一个成本的分裂方法 来加以说明 那第二个我们也成本分裂方法 就是有关按产品成本的归类关系 来加以区分 那这个我们常见的有 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这两项 那直接成本是指什么呢 直接成本的话 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跟我们生产有直接的关联性 我们就把它是称为这一个直接成本 而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的话 或者是金额为小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间接成本 那我们知道说虽然说我们在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成本会有材料人工制造费用 其实我们的材料里面 我们生产一个东西 除了说有直接需要的这些材料以外 也有一些间接材料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衣服的话 当然我们需要做衣服需要布 布当然就是我们做衣服的最主要 所以是属于直接材料 但是我们做衣服的不是只有布就可以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针线或者一些纽扣 这些针线纽扣的话 可能跟我们做衣服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它的关联性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是金额相对比例比较小 我们知道说你做一件衣服 布可能是占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些成本 但是纽扣可能是占很微小 甚至不到百分之一或不到百分之二的这个 那我们为了要会计上的简便 我们会把这种金额微小 或不是那么直接重要的成本 我们就把它列为间接材料 或属于间接成本 所以我们按照材料的直接材料跟间接材料 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 同样的在人工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的人工生产的时候 人工也是有直接的人工 也需要有一些间接的人工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那同样的在制造费用里面 也可以把它区分有一些是必要的直接制造费用 跟间接制造费用 那我们如果了解了直接跟间接的成本关系了以后 那个在我们的会计处理上 会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些处理的一些重点的这些抉择这样子 这是我们第二种常见的一个分类方法 那第三个我们常见的分类方法就是 我们按照收入配合的期间来加以区分 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的成本可以分为产品成本跟期间成本 那这一个分类的方法的话 是我们按照说你这一个成本跟他的这个收入的配合期间来加以区分 我们知道说在会计协商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配合原则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支出跟我们的收入之间能够说有一些配合的关系 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在制造的过程里面 有些是成本是跟我们的产品是有相当高度的配合关系 我们就是直接把它称为产品成本 比如说我们所使用的制造过程里面所使用的材料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产品有非常高的这些直接关系 这个就是属于产品成本 但是我们在制造的过程除了说有些成本是直接跟产品有关联性以外 有些的话是跟产品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反而是跟这一个期间是非常有关系的 比如说像我们厂环的租金或者是厂环的水电汇 这些的话我们像我们厂环的租金或折旧这些的话 这种的话是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必须一定会发生 但是它可能跟产品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反而是跟着时间是有关系的 是跟着我们的期间是有关系 那我们在会计上来讲 我们是按照期间来做它的一个成本分摊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属于期间成本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成本的第三个常见的分裂方法 就是按照它跟期间的配合关系 我们把它分为产品成本跟期间成本这两类 那以上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几个比较重要的这种成本的分裂方法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成本的分裂方法 我们休息一下再等一下再继续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谢谢 那我想我们要跟同学再继续介绍的是有关成本的分裂方法 我们刚刚除了介绍几个基本的分裂方法以后 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的分裂方法 我们要继续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按成本的习性期分 我们可以把成本分为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跟半变动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说成本它的支出的跟收入或生产的数量之间 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这些性质的话 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 而把它区分为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跟半变动成本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说什么是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指的是指当我们的产量变动时 总成本会随着产量变动而等比例变动的成本 这个叫做变动成本 那同学请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产量变动 随着变动的是总成本的部分会随着等比例变动 但是它在变动成本的时候 它的平均变动成本或单位成本 却是不会随着产量变动而变动 这是很多同学在讲到变动成本的时候 疏忽掉的 它讲的变动部分是指总成本部分 而不是平均变动成本部分 那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的话 比如说每一个这个单位的生产一单位的成本 是需要采集工资 一单位是需要工资是十年 如果生产十个单位的话就是一百元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我们的成本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产数量增加 而等比例的增加 会的 所以具有这种性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变动成本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一个 它以这个例子里面来看 它一个单位是十年 十个单位是一百元 一百个单位就是一千元 所以他们的金额跟这个单位之间 是有一个等比例的关系 这种的话就是变动成本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 把它放在一个图形上来看的话 同学可以看得出 它具有的性质是这样子 总变动成本的话 它是会随着数量的增加 而跟着一个增加 往上延伸的一条直线 这是变动成本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 平均变动成本的图形来看的话 它是不论你数量变为多少 它每一个单位的或平均的变动成本 都是维持固定不变的 以我们刚才的例子 它每一个单位都是十年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介绍的是变动成本 那接着第二个的话 就是有关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指的是指说 在特定的期间 与攸关的范围内 总成本并不会随着产量的变动 而变动的成本 这个是在这里同学跟提醒一下 一定要注意是在一个特定期间 或者是攸关的范围内 而且是指总成本不会随着产量变动 而变动的这种成本 那反之的话 如果说是这个 它的平均固定成本或单位固定成本 因为它的总数不会变 但是数量增加了以后 它反而是会随着产量的增减 而呈现反向的变动关系 那这个我们也举例来跟同学来说明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公司 它是采用 它的厂房是采用直线法来提列折旧 每年的折旧金额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它的 不管你生产数量多少 它的折旧的话 每年如果说一百万 它就是在 除非说你大到说 你用六万块 要不然在相同的厂房范围里面 它的折旧费用都是一百万 并不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 那我们如果以图形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们的总固定成本 它是一条 以数量平行的一个直线 不论你数量是增加变化多少 它的成本 总固定成本都是维持在一百万 那反之的话 如果说它的平均固定成本 因为它的数量 它的总成本是固定不变 但是数量一直增加的话 分摊下来 所以平均的固定成本是会 变成是一条往下递减的这种直线 这个是我们第二类 就是有关固定成本 那我们接着的话 还有一种成本是介于 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之间 那我们就称为半变动成本 那半变动成本是指什么呢 是指说成本总额中部分为固定 部分为变动的 这种性质就叫半变动成本 那这种的话是指的是说 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它的增加却不是像变动成本 是等比例的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半变动成本 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所使用的 这一个生产所使用的水电汇 我们知道说一个厂房你使用的水电汇 有它的基本的一个额度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是固定的 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额度 你使用的时候 它又会随着你的使用量的增加 而有一些增加 但是而且这个增加 有时候往往又是采用累进的方式 并不是说你增加一个单位 它就增加多少 像这种他们的增加 所以随着它的数量的变动而变动 但是却是呈现不规则的线上 这种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为 半变动成本 那如果以图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说半变动成本 它所呈现的也是一条往上延伸的曲线 但是这条曲线就不是直线了 这条线的话可能是会有各种 不同的一些变化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了有关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还有半变动成本的以后 我们还有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裂方法 我们也依序跟同学再加以说明 首先是按照是否可以控制的 成本是否可以控制来区分 可以分为可控制成本跟不可控制成本 那这个可控制是成本跟不可控制 就是我们知道有些成本是说 我们决策公司的决策单位 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属于可控制 有些是属于我们不可控制的 比如说像有一些支出的话 这些成本是我们不是说 我们可以决定要多要少 这就不可控制成本 那再来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跟我们决策的关系的话 我们也大事上也可以常见的 有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攸关成本 无关成本 还有沉默成本 还机会成本 这个几个常见的 都是跟我们公司在做决策的时候 可以决定你这个成本的支出以火 或者是数量或者是情形的 那这种的话 跟决策有关的 我们就叫攸关成本 如果跟我们决策无关的 我们就是无关成本 那什么是沉默成本 沉默成本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成本 但是这个成本在我们这个 以前的决策就已经决定 就已经是投入了 对于现在的决策是没有影响的 那这种的话就叫做沉默成本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机会成本 因为我们在支援有限的情形之下 我们如果做这个成本 我们可能就不能够说 再做其他的一些投入 投资这样 那这些我们减少其他的投资 或者是获利的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决策的一个什么 机会成本 那我们跟同学介绍有关 跟决策有关的这些区分分类方法 另外一个是说 还有的是什么 应激成本 还有差异成本 还有裁节性成本 这个也都是跟我们决策有关 应激成本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说实际上来讲 可能我们并没有支出 但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应激出来 比如说常见的是说 我们到底是说要生产这个东西 我们是要用去外面借钱呢 我们如果去借钱的话 我们要付利息给别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自有的资金 但是自有资金 虽然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不用付钱给别人 但是我们为了要精切的环境成本 我们要把我们的自有资金 所以我实际上没有付钱给 付利息给外面 但是我要把它设算利息 这个就属于应激成本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差异成本 就是你不同的决策方案 所产生的差异的成本 这些人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决策性 就是说你管理当局 你可以来做一些决策的 这些变化 裁决性 影响它的金 这就是一个裁决性成本 那当然最后 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一个 按成本的标的 可以去分为 共同成本跟联合成本 共同成本 这比如说我们是A跟B 我们共同来使用 这个所叫共同成本 而联合成本是指的是说 我们的同样的一批的成本 但是它可能产生的是 两种不同的产品之间 所产生的成本 就是联合成本 那以上的话 是我们在本讲是 我们跟同学介绍的 成本的一些基本概念 还有它的这些性质 还有它的功能 还有它的一些分裂方法 那我们很谢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一讲次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